这是最可怕的刑罚 将十二名叛逆者的人头悬挂在铁枪之上 每日接受雷霆之力的惩罚 哪怕死后也不得安息 他们是叛逆者的后代 为了解除被困祖先的诅咒 竟敢擅闯天罚之地拔出铁枪 立马遭到了雷霆天罚 为首的军官已经被冲昏了理智 将贪生怕死的手下全部射杀 命令他们继续拔出铁枪 却不小心触动机关 数名士兵顿时惨死当场 军官这时竟然不惜一身犯血 孤身来到十二叛逆者首领的铁枪之下 仅凭一己之力 就生生拔出了铁枪 原来他们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解除叛逆者的诅咒 而是挖掘埋藏在地下的幽灵宝藏 此时的大海之上 突然传来炮击声 两艘海船正在进行激烈交火 隐藏在木架上的卷毛 突然被军官的属下刀疤发现 蕴含了雷霆之力的一箭 差点将卷毛炸成灰飞 好在他并无大碍 大笑声中 又被他轻易躲过射来的一箭 这时宝藏已经被挖了出来 军官无暇踏步 连忙上前查看 木箱里除了一个鬼怪面具 剩下的竟然全都是石头 军官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暂时躲过追杀的卷毛 趁机抢走了面具 卷毛拿上面具正准备开溜 属下突然冲了出来 眼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卷毛高举着鬼怪面具 决定和军官来一场 首领之间的生死对决 卷毛趁其不被发起重刺 军官降着刀树不凡 两人顿时打得难分难解 面具突然被他们打飞出去 然后又掉进悬崖下方的大海 一边是高丽的第一剑壳 一边是刀树通审的叛贼后裔 全都使出了毕生绝血 力图将对方斩杀当场 这时雷平突然从天而降 两人瞬间被击落尘埃 悬崖之下逆风刺起 所有人都被吓得暴头鼠窜 军官还妄想恢复祖先的荣光 成为一名真正的国王 两人再次展开激烈交锋 卷毛不敌对手的猛烈进攻 突然被一刀穿胸而过 眼看生死立派 属下突然将刀扔向卷毛 雷霆之力加持刀身 卷毛趁机将军官一脚踢开 随即拔出长刀斩向军官 加持了雷霆之力的长刀 将军官当场击杀 他们绝对是你见过最富有的企鹅 宛传的金银财宝 能量下你的太和金银 他们也是你见过最凶残的企鹅 面对基于家族财宝的人类 绝对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要是你胆胆反抗 下场一定很不好看 千年杀 爆头杀 然后群起而攻之 起因都是这只嘴寒金砖的企鹅宝 人类竟敢基于他的家族财宝 他本来被海盗分为做上兵 结果马上就被刀剑相抢 还逼问他宝藏的下落 幸好人类也不是铁板一款 他们为了抢夺宝藏 在海上展开了大战 与海盗为了救自己的同伙 三言两语就鼓动自己的手下 前去海上救援 但这个贪生怕死的长毛怪 竟然还对财宝念念不忘 他在后面追 宝宝就在前面跑 谁知那个家伙还不死心 竟然也跟着跳进了大海 本宝宝几次都没有甩掉他 最后竟被他找到了家族财产 他看着满船的金银珠宝 刚开始表现得十分兴奋 以为这些宝藏都是他的 看到我们鹅多是重厚 他居然还跟家族长老讲起了道理 改口就要和鹅们平分财宝 家族长老目落凶光 本宝宝当然也气不过 甩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没想到他尽到还手 家族长老们立马群起而攻之 谁知道他还贼心不死 不仅不去帮同伙杀敌 还在这里叫嚣 财宝都是他一个人发现的 鹅们只能继续教他怎么做人 不过看在海盗就要完蛋的份上 鹅们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 还是决定帮他们一把 将所有海盗接到了船上 但这个杀千刀的海盗 竟然把鹅们说成是恶龙 但他们根本就没见过 真正的恶龙到底有多么恐怖 好在女海盗只会得到 在众人的齐心合力之下 最终逃出了恶龙之口 剩下的海盗也和他们成功会合 家族财产也被这群海盗无耻战友 本宝宝实在是气啊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电影 请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